Roberto的Ground and Pound 做得非常漂亮 隨時剩下30秒 而且Roberto也不貪心 他不是在做Ground and Pound 他每次做兩下的球 他回到對手的胸口 或者頭壓制著對方 仍然很難走 非常漂亮 在Ground and Pound 經過長時間的訓練 賽事在第一回合還未正式完結 Roberto在這個時候 就在這個時候 就完成了